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Copy paste吗 进步的话 我就是 那么这边斯维因是放出来的 我记得上一轮他们LCG是办掉 办过斯维因的 没错 这边是直接把斯维因拿出来是选择去打一个 其实我觉得斯维因是一个比较摇摆的一个选位了 确实啊 这个可中可辅助可AD啊 去哪都可以 最近也发现了一个特别搞笑的途中 就是这个斯维因出提亚马特 他那个大招 范围里所有人都能触发提亚马特 贼高兴 那其有可能这一场会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万一呢 万一来了 万一真来了呢 对不对 没错 这边红色放第一选是直接选出 所以莫根纳应该是想要Countest唯一一手 同时其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莫根纳配女剑的一个组合 确实 看一下第二选 选了这个上路非常强的一个波比这个英雄 这个英雄还是不仅是个肉啊 现在 喜欢初日言的一个肉 而且还可以Counter见机 这一手就是还很聪明 很有灵性 没错 这边应该是想选的一手 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出来 我就不给你半剑技 我就让你选 测试一下你的强度是吧 没错 看看你打波比还能有多强 其实上一把怎么说我们上一局的蓝色话 也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小小的失误的 如果没有那样的失误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逆转 确实首先第一个卡莎的发育没有像 没有到那个时间点嘛 再有一个这个剑技超时超时间发育 配上这个激兰和加料打大招 主要是还是解决不掉这个剑技这个点吧 上一把 没错 这边给你看到第三选选择的一个 这个泽拉斯 嗯 泽拉斯他也相对来说相对比较摇摆了 不管是辅助还是中单 泽拉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斯文音下路配泽拉斯 是不是一个线上比较银霸的一个组合吗 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或者是 也现在这个点也不太好说 看看后面怎么选择的吧 红色帮 嗯 最后一选择是选择了阿卡丽啊 这是阿卡丽版本答案 现在是阿卡丽可以出那个Rift Maker 就是打 呃 保保证自己一个这个 这个 生存能力啊 然后伤害也很高啊 这个这个装备 没错 这边红色帮是直接搬掉了上一场 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个家僚 嗯 这手还是非常好的 为了给这个 呃 莫干娜一个更好 这个阿卡丽一个更好的输入环境吧 先把这个呃 后方后卫架料搬掉 一个群体嘲讽 非常克制阿卡丽的这个 这个烟幕的这个技能 没错 这边蓝色帮也是 你帮我中单 我就帮你中单 这边也是直接把卡米尔搬掉了 嗯 是的 哦 最后还是把剑机搬掉了 那决定还是 不给你这个再爽一把的机会 没错 其实剑机被搬掉了以后 上路还是有很多强势的英雄存在的 像是剑这个版本也是非常的强势 确实 呃 看你是怎么怎么想的吧 这个阵容的话来讲 现在再选一个战士就是 像剑机这种的上路就不太好了 我觉得 首先第一个这个波比也 还有那个莫干娜可以很好保护后排嘛 呃 给你一个提供控制 然后还给后排一个免控的这么一个机制 再有一个看一下吧 看一下这边是不是要有可能 有可能是上路四位音的对不对 万一呢 对吧 好 没错 毕竟我们蓝色方目前的选位相当摇摆的 这边红色方第五选 第四选直接选出了个尾音 看来要秀一把了 好的 是的 啊 好的 可以看到我们蓝色方第四选 我不太能考虑到 我觉得如果打波比的话 其实天神和链接术士都是非常有优势的 这边是选择了 有可能应该是上路船长吧 可以看到我们船长的club叫beams 我也突然发现这个就是 哈宾同款的英雄池是吧 没错 那极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下 难道我们兵哥船长要 出现在我们NAC这个舞台上了吗 船长这个英雄打波比来讲的话 还是比较轻松的吧 这边有这个Q技能 进行线上这些消耗 同时还有橘子 这边是直接选择了一个安妮 这是一个三法盒的阵容 没错 同时是 而且他们蓝色方现在的阵容是异常的摇摆 是的 在真正的进入游戏之前 我们不知道是谁去打那条线 没错 我觉得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斯维因安妮下路的一个情况了 我感觉来讲应该是斯维因安妮 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安妮的控制 要比 佐拉斯的控制稍微稳定一些 至少来讲 那这边是波比达野 最后选择了一个天使上单 跟这个船长进行上路PK 这个天使是这个NCS Social Dog的成名绝活 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就是多次拿出天使 打出傲人的战机 那我们这边也是拭目以待 其实从双方的阵容来说的话 虽然我们蓝色方没有ADC 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蓝色方的阵容 为什么呢 没错 他不管是怎么说 你线上还是团战的话 蓝色方这个阵容不仅兼具一个控制 且他的机动性是非常之强的 确实 首先这个 如果是泽拉斯打阿卡利的话 可能中路来讲的话 限权可能没有那么好 但是 我觉得这个人马 可能这把要是 要拿这个下路开刀了 我觉得 配合让安妮加斯维因 没错 从三路上来看的话 其实人马去干卡的话 还是干上路和下路最有优势了 确实 而且这边下路是维恩 就是很容易死一次 然后就线上直接爆炸的一个英雄 没错 那么也是来到了我们的三分钟 介绍金主办吧 这个环节我可太喜欢了 我先来好吧 好 感谢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 西伯利亚对本次的比赛的大力支持 西伯利亚作为中国电竞游戏耳机的领导品牌 一直秉承着极客极致极酷的极文化 为玩家创作更好的产品 成为众多职业战队职业选手 和专业电竞赛事的首选游戏耳机 西伯利亚极客的电竞游戏装备 极客极致极酷 一群狂热的执着的以创新不迁就 不妥协爱钻研 注重游戏体验的极客 努力为用户打造最舒适的产品 感谢GNC国际暑期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GNC国际暑期学校是举内来备受留学生喜爱追捧的老牌熟校 GNC合作大学在中国各地开设北美本科课程 在北美教授来华带你KO杀手课 三周修完三门课 学分轻松转学费省一半 还能提早一年毕业 课后超丰富的线上线下教育活动 文能画画淘意烘培做工艺 武能 嗨发电竞打球逛密室 来GNC边玩边修学分吧 GNC国际暑期学校学分项目超过300所北美大学的认可 来GNC修北美学分早毕业省学费 感谢雷神加速器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雷神加速器解决用户在游戏中各类网络问题 高效降低延迟远离丢包 雷神加速器内有外服游戏高速下载通道 银行及专线按分钟计费随时可以暂停加速市场 以次购买相当于长久使用 那么感谢定制化学业管家新引力学院 汇集全球前50名校导师 再现一对一双语教学专业团队为你的GPA保将护航 感谢新航道广州学校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新航道广州学校尊重雅思托福 SAT GMT GRE ACT A Level等出国英语培训考试 英语高能高分就上新航道 王者车队Carry升学发掘亮点助力未来 感谢锦兰留学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 锦兰留学深耕美国留学申请 帮助武士同学进入梦校 规划你的学业闪现不撞墙 梦校帮你插眼让你轻松TP 好的感谢各位这个赞众商爸爸们 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阵容 这个其实来讲的话打法坦这种阵容的话 确实一个AD伤害比较多的阵容 是稍微豪大一些的看一下这个LCG阵容 这边是有伟员加天使两个unheat这种伤害 但是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是在人马这个点上 人马配合着乌鸦这个进场 然后还有安妮这个进场 这边能不能就是躲掉这是第一手的伤害 还是我觉得会变得比较关键的一个点 好的那么这边也是这个进入游戏了 看一下这个双方的这个天赋符文的选择啊 好的那么这边是人马是带了一个呃这个跑得快啊 也是非常上次赛季用的很多的一个一个天赋 那么这个船长这边是带了一个grasp of undying 呃这边是想要这个Q触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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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的这个能力 好的双方阵容这个双方这个选手正式开始出门啊 看一下有没有发出一些什么信号呢 天赋这边是带了一个迅捷步伐啊 这个呃为了保证一个线上的这个续航吧 对线船长这个线上压力一开始六级之前还是比较高的 双方在这个中路也是摆好了这个一字长蛇阵这个阵容啊 你是把这个视野看的呃看看好 这边这个看这个天赋来讲的话应该是安妮和呃安妮或者是斯文烟呃在下路 我这边应该是斯文烟和这个泽拉斯在下路配合啊 啊安妮这边是打中 哦斯文烟这边是处发羽啊 然后这个选择的是泽拉斯辅助 那这个对线期间的来讲的话 对韦恩的这个走位是有很大的这个考验的 我觉得还是 嗯确实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蓝丝方是选择了一波蓝buff开进场 嗯确实嗯 但是我们蓝丝方选择了一个蓝buff开的话 嗯没错但是我们蓝丝方选择了一个蓝buff开的话 他的人马的一个打野动向就相对来说比较不好掌控 同时这边可以看到红丝方并没有选择去做一个入侵眼位 确实这边是因为波比这边是蓝开的嘛 嗯然后这个韦恩这边韦恩这边上线是稍微慢了一点 看一下这边能不能先推一下线想一个二级 嗯这边我还比较好奇泽拉斯和乌鸦在下路 打一个配合的对线强度是怎样的 这边按照想法来讲 泽拉斯这个地的技能不是不太好命中的吗 而且这尤其是在一个有莫甘娜的这种情况下 嗯这边看一下怎么触发乌鸦的被动 拉一下这个技能 这边可能会就泽拉斯配合乌鸦或者是乌鸦配合 泽拉斯打出一波控制技能 毕竟这边韦恩其实是带了一个进化 同时配合莫甘娜一个黑盾的话 嗯想要控制还是非常困难的 确实 莫甘娜这边担起了这个下路这个进攻的重刃啊 这边是一直在使用W来消耗对面的血量 是的 这边Q技能非常可惜 这边没有做如果做的话这一波不太好说 确实 我这边二级是没有学黑队呢 是学了QE 啊QW 这边QW有进行一个血量消耗 同时进行一个推陷的压力吧 毕竟目前位置还是天使到三级比较好 上路这个因为天使六级前还是一个短手吧 把船长手里捏着Q的来讲的话压力还挺大 真的 这边卡林一套打得非常顺畅 其实在天使被进行一次小改以后 他那一技能不耗蓝 相对也说前期天使这攻凶的压力并不是特别的大了 看一下这边人马是想对下路先动手 莫甘娜这边是三级了 哦看到了 这边一个踢直接踢到一个拉 那这边莫甘娜应该是要交代表达 一血由泽拉斯手下 可以这边泽拉斯 全泽拉斯作为一个AP型的辅助 他拿到人头 并不能说是像软斧一样 拿人头就是啊 软斧拿的无所谓 这边泽拉斯一旦拿到人头 但是伤害极有可能会直接把VM秒掉 哦一个E拉到了直接泽拉斯 哦 这边这个E可能是为了确保 好泽拉斯的W中心圈能打到 没错 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配合的话 泽拉斯这边拿人头 基本可以说是核心合力 哦 没想到泽拉斯才是下路这个核心 真是 这边也可以看到 临走之前一个Q技能消耗 这边波比是赶到中路 但是这边安妮是直接进塔了 同时反手一个给个W 控制住两人 这边哦 阿卡丽有个小失误 但是还好这边波比是一个便宜手 这下人头头是闪现出塔 波比这边带了雷霆 雷霆也得崩死了 阿妮是最后是来不及交闪现啊 哦 这边也是没有考虑到波比是直接会进去撞塔 嗯 你看到波比数人度还相对较高的 那么这边双方都是由着自己各自的打野拿到了这个双方的第一个血量 还是不错的 波比这个英雄感觉也是前期抓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有一个强控的这个推墙 还有一个防止你交配仪的根本一个W技能 没错 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人马第一波出现在下路的话 他极有可能这一整局都会去下路大揍了你知道吗 毕竟下路这个组合一旦起来 你刚刚也有提到一个提阿马特乌鸦的一个思路 嗯 是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伤害不怎么高 但是就回着贼比 看着贼爽 啊 就够了 这边可以看到波比来下路找一波机会 但是这边蓝色方并不打算给机会 突然想消耗你一波 这边人马也是敲儿来到下路 这边是应该是想要反蹲吧 这边也是 是的 这个兵线有点太危险了 确实这个兵线需要反蹲 来了 人马这波通向被看到 传染了一个大招支援 这边是莫根纳Q线空的呆长可惜 波比这边是有一个防撞 但是很可惜这边 哇 阿卡丽这个TP 说实话非常之伤 太贵了 本来这个 安妮这边就是压了她的刀 这边竟然又要掉很多兵啊 哦 这边还被勾到了 那就完了 那样不大事 下路辅助再次阵亡 没错 这边维恩也是 直接失去了一个补刀的权力 反而是 刘泽拉斯一个人在兵线上 是吃一波经济图 吃一波经验啊 确实 这也太伤了 这个太伤了 这边这个中刚的中路 下路游走这波 大概掉了六七个名 掉了很多兵的经验而且 没错 这边蓝色放阿养成圣追击 拿下这条小龙 这边红色帮应该是察觉到阿卡丽 在往龙坑赶 但是这边是来不及了 这边下路兵线中的兵线都有压力 应该是不想看的 低头火龙 是由这个 JV Team拿下来 刚看到他们是直接在眼位上面 拿下这个人头 红色帮也是不打算抢 那人马这波动向被看见的话 其实并不能去中路做一个文章 反倒是去上路非常的有机会 这边天使是直接把兵线 全部推到塔底下一个状态 确实 那么这边这个 在乌鸦和这个 泽拉斯的等级起来之后 线上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等级CD也变快了 技能CD也变快了 没错 可以看到这边比赛是来到了7分钟左右 这边 蓝色帮技技已经是 悄然领先了2000了 是的 主要是刚才那波 下路打的有点太亏了 就是不仅交了一个TP 没有赚到人头 而且就是 在阿克力走了之后 还 穆罕威娜又死了 是的 这边是又死了一波 这边可以看到 霞虎先锋已经刷新一个状态 人马目前和波比同时都出现了 现在上路 我觉得进行一波上路 干开是非常有机会的 这边人马是直接来的 下路先 嗯 那么这边看一下人马打的速度吧 这边是没有室友 但是到了7G之后 变成了一个 从一个近战小编变成了 远程啊 远程这边是直接放脸 但是这边天使TP 直接撞到人马脸上 这边大招一回一波 但是很可惜 人马伤害非常之高 是直接收下来这个人头 同时这边波比虽然赶到了 但是 阿卡丽没有TP的一个情况下 这边也是无能为力了 骂了一手 这边是 结果上来讲的 这边这个刚才 是好像踢过来的时候 就没有视野了 没有看到了 哦 另一个地方 那个 那个红眼 那个红眼是好 后来波比差的 是 那波比刚刚去差的 这边波比也是顺势拿下 一个下果先锋 反合一波几方的压力 嗯 确实 这边 天使 这边是选择不TP 看一下 如果船长再吃 多吃一波的话 这边可能能 B2船长招人进哪 没错 阿卡丽这边 又是来到下路的一个状态 可能会想要对下路进行一波 更可怕 毕竟下路 其实这两个人的 赏金都是 相对来说已经出来一个状态 但这边人马又是来到下路 其实双方打野的一个步调 是非常一致的 反倒是人马 借助一个自身英雄的优势 是做出了很多事情的 我跑得坏 我平时跑的就坏 这边是打了一个核道蟹 那么这波火道蟹拿下来的话 可以帮助下路缓和一些压力了 一些被gank枪的压力 但是也不排除这个人马 一出异常之快 直接上脸 这边唯一的一个好消息 就是安妮这边带的是点燃吧 可能就是 不想不想去这个 进行过度的游走 没错 这边全找的是一个Q技能 破坑到天使 但是 怎么说 天使是完全不想跟他打 先Q技能伤害 这边这个药光配合 让这个 grassbone单眼的这个Q的伤害 还是很高的 顺便想来抓下路 那这边是三线被晕到之后 原马其实是在的 再往前多走两步 可能就要送 出人命了 这边红色帮也是打得非常的谨慎啊 即使现在 特别是在现在草丛 视野非常匮乏的情况下 也是不敢多做一些动作 但是这边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月塔的状态 这边乌鸦是大招捏在手上的一个状态 噢噢 这边直接两个大招 直接把 直接把维也秒掉了 摩根纳在塔下开大大刀了 人马 人马被阴住被波比接了一个技能 能跑掉吗 波比闪现一个大招 噢 那么这边人头最后是给到了波比 是的 这边乌鸦是 看到这个 ザA3没有收下摩根纳的人头 一个闪现 直接过去大招爆死了 这个摩根纳大人很可惜自己闪现进去的 并没有成功的走出这个塔的范围 看起来这边安妮会不会被阿卡丽蹲到 被阴到了 那这边 噢大招 火掉了安妮的云 那这边可能安妮走不太掉了 闪现 R 噢 这边是非常可惜 虽然迂回了一波 但是这个大招失落还是导致安妮的一波速命 那么阿卡丽其实这一波拿下这个人头 噢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就要看阿卡丽能不能做出一些事情 毕竟阿卡丽当前版本的话 还是非常最强势的一个因素 这边怎么说也是缓 缓累出来 喘一口气啊 对LCC这边的这个队伍来说 没错 但是这一波下来的话 安妮不在线上的一个情况下 这一条小龙就有可能会丢失在 红色王的手里了 安妮这边交闪电死了吗 那这个小龙应该是要给的 这条土龙 那又是一个相似的开局 拿一条小龙让一条小龙 那不同的是这边这个LCC这把阵容 是拿到四个人头 不像上一把 这边是几个关键的位置 都是由最精通精状 没错 但是可以看到这一局 那龙魂是刷在了蜂龙 蜂龙的话 其实对于红色方来说 压力就非常之大 一个蜂龙的 一个有蜂龙 且可以开那招吸血的一个乌鸦 同时还配备了一个人马的豪华的 这个人马 看到蜂龙 就跟我们正常人看到火龙一样 一样开心 就是跟他加伤害 意思是一样 没错 这把就比较期待 那安妮现在一个异技能套到人马身上 同时加一个蜂龙魂 会出现一个怎样的表现 体飞 刚才这边也是上路三人想月天使 这个阿卡丽交了一个TP 保了一手 这边下路对这些后果还是打得非常至高的 这边 看一下 中单阿卡丽这边是选择出了这个 Night Harvest这个装备 就是 一下打到英雄的技能 伤害非常的高 属于一个 这边 这边波比也是 利用安妮不在线上一个 一个机会 抓住机会 放了一个杀魂 先方帮助阿卡丽 拉魂的一点精致 拉开的一些精致 拉开的确实 那这边也是 在六鸟产生一波争夺 但是阿卡丽和波比这个是先有 游走下路的权力的 这边特别的及时 应该是来得及的 人马毕竟也在 维恩这边已经开大了 但是被打中了 闪现躲在技能 那么这边想去 今天是 AD补助一换一 那么大家都在这个 团长的大招里 被打了很多的伤害啊 阿卡丽走前是换掉了人马 那最后打的应该是一个 二换三 是的 尤其这一波非常商量 是维恩这个点是 尽力想要换掉泽拉斯 但是很可惜 泽拉斯最后一滴血 是直接被莫甘娜的引燃烫死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边 文是没有人头进杖的一个状态 非常难受 非常可惜啊 这把这个现在压力太大了 他也是选择出了那个 以莫德修复这个 有一个保命的技能的 这么一个神话装备 没错 但是可以看到这个 莫甘娜的装备 稍显有一丝尴尬 我个人认为 其实莫甘娜 现在不管是出金冠 还是出 虽然亚代要比出这个帝国指令 要强很多 毕竟帝国指令 是在你有减速的一个情况下 才可以打出高额的伤害的 这是减速或者是Q导应该是 是的 但是这边莫甘娜的Q技能 其实 抽奖吧 懂得都懂 抽奖 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 莫甘娜警察大招开团 然后帮助队友触发帝国指令 但是 这种情况下 就可能会导致 几方的维恩和天使 这样一个后排得不到一定的保护 确实 阿卡丽这边是补出了一个魔抗鞋 扛一手对面的多元控制 下路和中路这几个控制 还是对阿卡丽切入 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这边可以看到人马是直接来到这里 但是看到一个河蟹是谨慎掉头了 这边是直接让莫甘娜和波比扑了个空 天使第一件装备出了纳十字牙选择的时候 这边出装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看到这边人马是注意到了一个波比的动向 这边是不太想松掉这一只下路先锋了 同时这边他们下路二人组 直接来到中路一个状态 这边刚才这个桶炸到了 很有可能 这边没有大招应该没有什么机会 红色方三个人也在上路想找机会 但是机会都不太好 看下是否要选择打下狭狗先锋 嗯确实 看下要不要打狭狗先锋吧 现在本人来讲的 这个装备其实也还不错的 这个边正好这个 乌鸦这边是没有中压的 感觉小龙可以稍微 还是可以稍微打一打 没错但这边波比 一旦显得去拿这个狭狗先锋 那么即将在22秒后 刷现在这条小龙他们就极有可能会丢失掉了 这边视野上已经被清干净了 可能来不及了 看一下吧 这边狭狗先锋拿好了之后 已经在往这边走了 这边选择一波中路给压力 这边波比也是不甘失落 给出一个狭狗先锋 我放着看你们管不管 这边狭狗先锋撞掉这款半管鞋以后 还有可能会撞掉二塔半管鞋 波比一个推掉了船长 船长必须交出闪现 波比一个大招跟过去 那边虚过是给到拉卡丽跟拉卡丽 所以没有打死 这边波比是率先阵亡了 扎死一个大招在追人 这边是触犯了追追棒之后 乌鸦的移速非常的快啊 这边打了最后是一个零换一夜 没错可以看到 船长刚刚打的相对来说非常细节 是一个W拉开距离以后 虽然被波比一个大招控住 但是他这边也是橘子即时解掉 并没有导致自己被阿卡丽的一个击杀 这边打的还是非常细的 是实 阿卡丽最后一段大招突进之前 所以阿斯应该是看到了阿卡丽的这个位置 然后给上了一个虚弱 伤害没有打出来最后还是 嗯没错这边也是很可惜 一失了一条蜂龙 那么我很怕 然马出现一个三个蜂龙 然后拿那个蜂龙红的一个状态 嗯是 嗯但是伟恩就是在经历过大概就是 一开始的这些猎势之后 发育了一段时间 现在可能比 刚才会好一些 看一下第二件 应该这边是选择出羊刀吧 对 你从这边还是极有可能的 嗯可以看到这边人马是 头头猫在这边 可惜被这个眼位看到了 但是也无双大呀 继续打合线 相对来说的话 其实这两波的节奏 虽然看似是波比规划好了 但是可能 但是却导致他的队友流失了一部分的经济 和一部分的经验 导致这边人马直接把节奏拉满了 刚才那个那个波比开的那个位置 就第一时间是没有人能跟上伤害的给那个船长 所以就是 稍微有点勉强 我觉得还是 嗯 没错 第一时间 嗯 再一个没有 这边阿卡丽给到了 但是 还是非常可惜 自己的其他队友跟不上的话 这边人马 而不是这边 船长也是在那种高压速度下 还是成功逃掉了 非常可惜 还是要看 红色方接下来的一个角色了 哎 你这边和辅助选择的这个神话装备都是炉灯的回升啊 这个装备也是给别的成装提供这个法权 嗯 这边可以看到 神下落两个比较肥的点 乌鸦和泽拉斯都是 红色方非常难处理的 两个手非常长 吧 泽拉斯都有一个手非常长的 AP 同时这边乌鸦进场 一个吸血大范围的一个AOE 也是红色方几乎管不了 哦 红烂纳就到 之后 看一下这边 这个位置 这边算是来讲是没有这个中立生物的 看一下他们是 要干嘛 我们这边 常常是大龙刷新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双方去动大龙 都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选择 这个JBteam 因为这边是三法盒 就是他们不把对面人杀的七七八八 他们是不可能开打的 就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觉得 如果想想打的话 这边想偷的话 就是这个 LCD这个阵容 在维恩和这个天使的高速支架 打这个大龙 没错 可以看到这边 莫根纳是直接把大龙野区视野 拉满的一个状态 看来是对这个大龙相当有想法的 嗯 否则拉斯这台 伤害也很高啊 打维恩才能看得到 没错 这边维恩 压力不小 说实话 包括打团战的时候 他不管是从哪个位置进场 都有可能会直接被控制住啊 一个恐惧或者是包括乌鸦和子拉斯的控制 都非常恐怖 确实 那这边看一下 他那个阿卡丽的TP是赚好的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这个包夹眼位给阿卡丽提 没错 这边蓝色方式 就意识到红色方的眼位做得非常不错 可能会对大龙做出一个动作 这边 莫卡丽是直接扣住一人 但是这边我也很可惜 跟不上伤害呀 确实 最重要的问题就还是没有比较深入的眼位吧 这个红色方 看不到这个对面的人员到底都在哪 没准Q到这个身后冒出四五个兄弟来 四五个熊壮的大人 没错 总之说这边是把主要的几个真眼全部都丢在大龙区 这个两位做出来的话 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其他部分 其他地形移植一波视野 这边给他小龙他有55秒就发现的一个状态了 阿卡丽在中路守住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人想来包夹 但是没有看到 那估计是要小龙再打一波的 天使这边来到了14级 是的 小龙还有38秒刷新的一个状态 这边蓝色方也是想要缓 延缓一波莫甘娜的回程速度 莫甘娜的这个点 一旦这个时候没有回去的话 可能会对下一波小龙团造出一个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你不确定刚才进草的时候有没有被视野看呢 这边莫甘娜伤害有点被破格的太多了 这边走位躲一下泽拉斯的大招 10级 但是这波莫甘娜一被消耗回程的话 这边蓝色方这条小龙是势在必得了 嗯 这边看这个走位的话应该是要给的 是的 这边在一波poke之后也是无奈 必须得给出这条小龙 那么让出这条小龙的话 怎么说蓝色方的优势 只能说是被再一次扩大 同时他们英雄属性上也是赢了 极度的优势 还来到14级 但是场上的资源几乎可以说是被蓝色方 瓜分的比较干净的一个状态 这边波莫是一个大招 延缓了一波中路的推陷 这边NDP控住 想来吗 这边但是人不够 人不够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阿赫里在拿蓝刚才 确实 但是这个点的话就要看我们 红四方是怎么考虑的 毕竟这个点你去选择入侵 对方野区可能会被击杀 这边是很可惜没有抢下这个蓝buff 反而被这个团长夺了一波 好小打一波叔叔 不太痛 这边是给这个大拢发信号 这边是看到了 泽拉斯和安妮回程了 这边是想来 阿赫里是有TP的 但安妮在走下路走着走着 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好像就往上路走了 难道又被发现了吗 但是这边乌鸦的动向 人马不在 这边并没有考虑去看这个大楼 但这条大楼应该是要被偷偷偷走了 这边蓝色方应该是逐渐意识到了 大拢还有三千血的一个状态应该是 直接摸走了 那这波还是很好的 在这个比较劣势的一个环境下 靠着天使和尾炎这两个 对大龙有很高伤害的这么英雄吧 还把大龙偷掉了 现在胜负又到了五五之开 五五之处 没错 双方经济现在是已经比较靠近的状态了 同时这边红色方领先了一塔的状态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是应该是坚持不到封龙刷新的 那么就是要考虑 在这个封龙刷新这些时间点之前能拿到多少优势了 能不能拿到一些经济 没错 其实相对来说的话 现在对于红色方最好的决策 就是等天使到16级 只要天使到了16级 可能会出现一些逆转性的优势 阿卡利第二件也是选择出这个 Demonic Embrace 就是跟以前的这个大面具效果比较相似 也是灼烧百分比伤害 这边是想对这个动手 但是伤害够吗 哦连到 船长非常痛 这个可能是要等队友 就是这边船长手上捏了一个闪现 直接闪掉了波比的一个推 这边波比没有推的情况下 这个船长人头非常难拿下来 同时这边波比还丢失了一个闪现 波比没闪 没闪 就是推里面 嗯 这样的吗 好吧不是波比闪了 是船长闪了 船长闪了 船长闪了 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 反正这边蓝色方是抓住了一波 优势直接退掉了 红色方中路的一塔 这边莫根纳赶到小B一波 但是这边蓝色方的队友也是及时赶到了 就看一下蓝色方 红色方这波会不会上套 嗯 他们这边是没有视野 就是还是想抓 就是还是想抓 但是一直拿不到很好的机会 没错 这边乌鸦是一个拉B掉的 莫根纳的黑盾 这边天使想要直接进进一场 这边就空了 大招减速 那么被分割 天使这个地方怎么办 安妮是被不开了 别被控死 没错 安妮这波想让后 但是很可惜 并没有注意到红色方队友的位置 这边是直接给了红色方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看一下红色方这波 能不能利用大龙的一个buff 不优势拿下这个高地塔 时间来讲的话 应该还有不到一分钟 在中单陨落的情况下 这个波比 波比 还是有些硬的 这个人马一直在出出 人马开大招 但大招没有恐惧要任何人 这边是直接倒下 那中路的高地应该是拿下来的 没错 这边16级的天使打得非常的硬气 嗯 到了这个 到时间了 到点了 没错 复仇时刻到了 可以看一下 这边又是出现了一个 红色方冰写优势非常大的 那个情况 好像拿了上一集的剧本 确实要有40秒钟啊 这个 刚才这个reset一下 就准备是要风龙决战了吧 应该是 没错 这一波风龙决战的话 可以看到这边 红色方式 有两人 没有提 没有闪现的一个情况下 且是两个比较关键的角色 确实 莫甘娜这边也是率先来 这个做一下视野 看一下这边 你会不会漏一个空 这边莫甘娜一个一直的黑盾 躲掉了一波伤害 但这边你是直接 被天使的红buff烧死了 刚才那个地方非常可惜啊 安妮的大招就差一丢丢丢丢丢 就能把那个黑盾打死 然后就导致没有打错之后 没有晕到这个 呃 莫甘娜 就是安妮的乙炮 没有打 没有打 就没有打中 没有打中 没错 那么这波龙虎之战 蓝色方也是直接放弃了 在安妮去世之后 这个倒下 倒下 确实 哈卡丽 哈卡丽 赛单线 其实在上一波 团战结束之后 这个红色方 直接把自己的优势 现在拉开了 场上节奏也几乎是在 红色方的这个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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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红色方的节奏下 确实在色色发抖 那没办法 就是法坦阵容 这个三法盒阵容 就是打这个双射手 就是一套技能没有秒掉 对面关键的CV的话 就会变得很难打 因为你持续输出上来讲的话 是比不过天使和北 没错 特别是 这边有一个莫甘娜的一个加持 可能导致天使的一个输出 是没有办法阻止的 天使这边是装备非常优秀啊 这边是出了Riftmaker之后 最后补了一个Cosmic Drive 那个应该是增加一下自己这个移速 没错 移速和这个CD 目前那一看的话 红色方现在出现了一个 131的一个状态 进行一个风推 天使TPP也马上赚好了 这边看一下是准备 怎么办呢 应该是准备等一波大龙啊 进行一波大龙团战 也不好开啊 这边是有安妮和乌鸦嘛 这边是搞到了 人马这边没有大了 那这个大龙可能是要强逼一下了 稍微 逼他们过来打 没错 这边大龙17秒 集中刷新 这边团战又是在逼阿卡丽一波血线 其实如果这边阿卡丽可以成功拿下的话 那么这边大龙真不好说 这边是被单杀的 那这个问题来了 维恩到了 维恩到了 13级 但是刷17级打得过吗 思考一下维恩 好 这边是便没有选择进行打 这边莫格纳反召一个Q 只能Q到乌鸦 乌鸦一个精神开启加大招 这边天使大招虽然开启 但是伤害并不是非常的高呀 这边人马这边是进行另一波拉扯 反倒是把这个天使直接拉扯死了 维恩开启一个大招 这边是应该可以收下船长的人头 可以 但是很可惜这边是有眼味的 这边反倒是 蓝色帮利用了一个 阿卡丽被 击杀的一个机会 是反手收到了这一波团战的胜利啊 看一下这边 维恩没有大刀的一个状态下 波比配合维恩其实并不是 一个非常好的进场 你看这边波比还在找机会 阿卡丽这边是看过了维恩 看起来这边应该是没有机会的 这个打到容易点太慢了 没有什么太玩意 没错 蓝色帮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没有船长的一个情况下 打大龙真的非常之满 嗯 船长就做一件是 这件是准备出这个暴击箭吧 他也是非常这个 装备也是非常豪华 这个collector也做好了 这个quick blaze也做 但是 但是出了quick blaze不是不能暴击的 你看一下这边是直接TP上连 想要收下这个人马人头 人马这边也是直接开启大招 但是很可惜 应该是没有机会跑掉的 人马这边 这边加速真的非常之快 船长开了个大招 保护了一下人马撤退 那人马又没大招 这边还是想开大龙 没错 这一波其实实际站下来的话 那红色方这条大龙 应该是势灾必得了 本人这个位置要被大龙凤凰输出了 是怎么办 这要不考虑一下 出来一下 升降 这边乌鸦是直接被孟格纳蹲到了 同时一个闪现大招开启 被波比一个大招撞走了 这波非常的伤 阿卡丽进场直接收掉了安妮的人头 那这一波的话 蓝色方主力输出全部消 几乎是消失了 阿卡丽还想打 这边战场直接分开 分割开了 阿卡丽这边意识挂到的船长 这边要来吗 应该不来了 因为这个小龙马上刷新了 再多打一会 万一这个小龙可能要出问题 阿卡丽 阿卡丽还在地缝耐叠 这边红色方是直接拿下一个大龙buff 那么有大龙buff的蓝红色方的话 这条小龙应该也是时代必得了 阿卡丽 那么这边变成了一个双方兜体 阿这边人马是有省界的 看一下 但我估计也不好讲 这抢了可能要被移波 要不我们就算了 这边小龙应该是让了 毕竟这边蓝色方拿不了 这个比较重要的点 其实蓝色方安妮几波进场都是非常的困难 包括刚刚那个宝贝大招非常的漂亮 有大招吗 人马 这边刚才好像是被莫拉娜看到了 被莫拉娜碰到了 这边是直接被违人一根开板进场了 我不想难受 当时恍惚了 我现在玻璃不是在地墙吗 龙魂底下吗 怎么被墙撞到了 对啊还有违人啊 没想到 双方这一波都是一个小龙听牌的一个状态 嗯 这边这个 嗯 嗯 这边这个 乌鸦这个是也出了这个 就叫什么 怎么办 就是上上去可能是比较 刚才稍微好一点 刚才就是只有一个中亚加上一个推推棒 没错 但是乌鸦这个点 相对来说他上一波是直接闪现进场的 这一波他想要进场的话 压力会更加之大 特别是在有波别和莫根纳加持的一个状态下 嗯 好的 这边是中路进行一波推进 安妮这边是有闪现的 看看要不要闪现开 天使和韦恩 现在两个人是站的比较靠后啊还是 这边谁又来 这边谁又来 这边谁又开出大招来 到了闪现跑掉 那么乌鸦这边是应该被免的 安妮伤害也不够 哦 尾炎进行收割 人马也没有伤害 尾炎就全杀掉了 会不会一个撞 撞死 那么这边第二把 应该是要是 恭喜LCC啊 搬回一城 是的 这波等待天使到16级 非常之明智的 也是不愧于我们这个LCC的这个天使 绝活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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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使就是贼喜欢玩 贼乐玩的贼好 好的 恭喜这个LCC搬回一城啊 大家稍息休息 我们马上开始G3的第三把 嗨 nice nice nice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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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